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面妹 今年第六號颱風煙花將於今天下午到夜間 會在浙江單山到玉環一大型海地區登陸 氣象台表示 今日和明天這兩天將會有大幅度擴大和增強 在浙江、安徽、江蘇、上海等地區將會有大暴雨 如果所在這些地方的居民 一定要提前做好預防措施 遠離釘蛙地帶盡快撤離到安全的地方 減少人緣的傷亡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颱風天的影響 這兩天廣東的地區特別危局 你問外傻朋友有多熱呢 他們頂多會回答你 是問的 但是你問廣東的朋友就不同了 他們會說你知道很危局 危局是熱得來又屈門那種 不知道你所處的地方又危不危局呢 其實無論身處何況 只要是我們的同胞們 都希望大家大步濫過 講開又講 這個大步濫過又怎樣寫呢 有句說話叫活濫不能踩 所以要大步濫過去 就是這個濫咯 邏輯上說你都講得通 但是這個濫字在字典裡 並沒有超越逾越的意思 本字應該是這個大步濫過 這個濫字是有超越跨過的意思 這個濫過就有超越等級 或者按次序的意思 在康熙字典也有記錄到 直韻、精韻、韻匯、力攝切、陰獵 有些老友記者會說 明明是讀獵 為什麼會讀成濫呢 其實這個濫字的變音並不是我作 孔仲南先生在廣東俗語巧就有記錄到 濫、陰濫、去聲、如月而過也 本音獵一聲之轉 這個大步濫過其實是廣府吉言 通常指如果人遇到危險的時候 就會出現轉機、逢空化吉、遇難情長 平日生活上你可以這樣說 阿強多得他,你老爸才可以大步濫過 有句說話,濫過床頭都是阿媽 你就由得他們倆拉上天窗 你又要考慮你了 濫過床頭都是阿媽 這個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知道的話,下留言解釋一下 第二個,落大雨 廣東有些地區就會叫做落狗屎 為什麼會叫做落狗屎呢 可以翻查早期的視頻已經有解釋過 如果是落細細雨的話 就會叫做落魚尾 這個魚尾正確的寫法應該是這個魚尾 這個尾字在疾韻也有記錄到尾 無非切、說文、小語也 有些地方會把這些細細的魚叫做魚尾 或者魚尾史 老一輩就會叫做塞那魚 不知道你當地又會怎樣叫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落細雨的時候睡覺是靈寫舒服的 這種享受是因為聽到落雨的節拍聲 這隻落雨的節拍聲我們就會叫做 滴滴突突 這個滴字在廣韻裡面也有記載 途力切、疾韻、停力切、陰滴 廣韻、語也、疾韻、語毛 指這個突字 廣韻醜入切、疾韻、齊入切、陰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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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滴滴突突其實就是形容陰語綿綿、語聲不絕的意思 平時生活上你可以這樣用 熱蝦要下太水、熱蝦要下水 熱蝦要下水仔 見蝦要滴滴滴滴 怎麼有人用的 有句說話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 其實無論遇到什麼大風大雨都好 最重要是大家同心協力才可以大步難過 有時候覺得歲月正好和國泰文安才是最幸福的 最後一個要考考大家 這兩個是什麼字 知道的話底下留言分享一下 因為早期已經分享過 如果你答得出的話 證明你有收看我的視頻 今期大妙妹的視頻暫時就分享到這裡 記得強烈點贊、關注、轉發、加評論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